压缩空气是多种工业设备的动力来源 但管道接头等系统部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老化磨损 导致空气泄漏 造成大量的能源浪费 有时甚至高达压缩机输出功率的20%至30% 进而影响生产 如不采取相应措施 就要浪费资金来定期维修 关闭其他机械用耳朵倾听或将软管放入水桶中 看看是否产生气泡 依次检查空气压缩机是否泄漏 另一种方法是用肥皂水抹在怀疑漏气的地方 检查是否产生气泡 之后可以采取最佳方式来修复泄漏 如选紧接头或更换破损部件 午餐时间和班次结束时 请关闭压缩机和带动传送带运转的马达 要查看更多视频 了解有助于企业提高能效的产品服务详情及优惠 请浏览positivecharge.com.au 或致电03-9385-8555 与我们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